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哈喽 大家好 等他 等他 你们终于来了 我是龙年的小企鹅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来腾讯电视剧 宣传身影 在座的 有谁看了身影 说 哈哈哈哈 小姐我 都看了 哈哈哈哈 是我 哈哈哈哈 乱入镜头 我在帮我在 我在你来之前帮你演唱戏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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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有脸吗 哈喽 安宇 又见面了 穿的保暖衣 露出来了 谢谢 好 各位粉丝朋友和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神影的直播间 那我们的直播还没有正式开始 我们还在边直播边等着我们其他的主创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好好聊聊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因为今天我们线下和线上爱拍了满满的工作 今天也是特别辛苦 露丝安宇还有其他的各位主创今天也一直陪伴着我们线上和线下很多很多的观众还有粉丝朋友 好 所以待会我们线下虽然整完活我们线上依然继续整活你们两位准备好了吗 好 嗯 好的老师 刚刚我们线下来聊嘛 今天好像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剧在这个影厅里面的路演是不是 那在等待其他主创的过程中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刚刚的这个感受啊 哦 刚刚没有时间讲嘛 因为蛮感的 对 刚刚是我第一次 你呢 什么 什么 你欣赏自己的容颜无法自拔 是不是 爱死了看自己我好帅 这个好好玩 第一次看第一次做这种宣传剧 所以就觉得别搞了 嗯 第一次宣传剧就是在影厅里这么正式 所以就第一次就是体验还蛮蛮蛮蛮不错的 哈哈哈哈 嗯 但是的确啊 因为我们经常推视频这个直播啊 就是前面可能会有些线下的确会很赶啊 所以大家刚刚七点钟也说怎么还没有准时开播一直在催 但是我们刚刚也是希望各位主创能够啊 还口气喝点水 然后把更好的状态带到我们的直播间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那我们在此同时呢 请各位正在直播间的我们的家影们啊 家影们 赶紧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上去 把更多的我们观看身影追剧的朋友们叫到直播间来 我们一起和大家线上聊聊 并今天是我们这个哈吉米全员出游日 所以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出游 哦 记得赶紧分享到各种KQ群 无信群 叫朋友来哟 哎哟 快叫大家一起来腾讯看我们的身影 嗯 是的 那今天除了两位主创我们的路斯还有王安宇之外呢 我们其他几位主创包括小林李云瑞 还有北然影儿 啊 那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见面 哦 小林来喽 哈喽 好久不见 好我们小林上线 我们还有几位主创啊 我们大家稍等一下他们即将上线和大家见面 然后大家有什么追剧的感受 有什么想对几位主创说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评论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和弹幕区 因为你们的评论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直播间的画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发言多多评论多多打call 谢谢各位我们周围的朋友们也记得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的群里面去这张啊 哈喽 好 我可以放开呢 想说 我们可以放开呢 我们离得太远了 所以我看不到你们 对 你们是谁 好 终于终于我们终于在线上团聚了 好我们的直播也正式开始 欢迎来到我们腾讯视频神影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各位观众朋友 那我是今天直播间的主持人升天欢迎各位 那我们马上邀请到我们腾讯电视剧神影的各位主创来 依次跟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来露丝 大家好 我是露丝 我在声音里面演的角色是阿音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凤影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女鬼阿音 哈哈 欢迎露丝 有请安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语 我在声音中饰演的是古镜元启 两个角色不是四个字 是古镜和元启 欢迎古镜和元启 欢迎古镜和元启 欢迎 你们三个好像掉线了 你们三个好像掉线了 都这样 哈哈 哈哈哈 来尹儿老师 尹儿老师 到你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尹儿 也是披着正道的光 但是 却不知道 却不知道怎么修复亲情的 才是很正常的 红弱 欢迎红弱 欢迎面 红弱 欢迎胡佳 欢迎胡佳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姑姑好 你就来做个这些招呼好不好 在神影中饰演的是红翼和阿九 有请斐然 哈喽大家好我是曹斐然 在神影中饰演的是孔雀公主华叔 好欢迎华叔公主 有请加奈娜 哈喽大家好我是曹斐 要不要这么欢乐 变爽 变爽 欢迎各位主持人来到我们腾讯视频的直播间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哈吉米全员出游 是咱们卡还是主持人卡了 主持人卡 咱们三个屏幕的反应是一样的 哈哈 是不是 好 这个网友点点 好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可能微微卡 但是我们的活动流程继续啊 要继续啊 因为最近我们也是上线之后啊 我们从12月11号上线四天了嘛 好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弹幕区 还有各种设计平台上就造了很多热梗 各位有看到什么关于我们神影的梗吗 啊 嘿嘿嘿 呀 哈哈哈 那是导致大스를 对 对对 对 er 各位有看到有看到什么跟我们剧有关的梗吗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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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嗯,我们这里也收集到了很多我们的观众的一些评论啊,我们一一来看一看,解答一下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看得到吗? 看不到 阿音的微信部署排名第一,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场面吗? 还记得吗? 阿音的微信部署排名第一 为啥? 哦,被我罚,然后在那跑步 跑步 对 对,有一个剧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对,就是跑步被罚,我看很多朋友在我们评论区都答对了,就是有一碗,把保了一整碗对不对? 对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看得清吗? 先军心肩宠的99次出逃,接下来自哪段剧情呢? 他老是想逃,然后每次都因为我们的主服器又被抓回来 哦,对 对,回答正确就是跟我们的主服器有关啊,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阿音牌GPS定位系统,为什么这么说? 阿音牌GPS定位系统,因为我知道 大家知道这是来自哪段剧情吗?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作答哦 阿音出生就是博士后 阿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出生就是博士后 阿音有想起自己得过博士后吗? 阿音牌GPS定位系统,我看评论区很多都打了这个啊,还有很多说男妈妈做了胎教,所以很厉害 阿音牌GPS定位系统,谁也不是博士后,他能被我弹交成博士后吗? 他都没有了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场景 老哥的,真的好吵 。谁在演我? 谁在演我每天逃课的日子,你们说的是谁呢?哪个情节呢? 他飞机的雷了 他飞机的雷了 我们今天直播要到晚上12点 通知一下大家 好不 等一下 真的假的 我们现在直播到12点 对呀 你们听到了吗 喂 他飞机的雷了 他要直播到他登机为止 我是没问题啊 大家OK吗 小林OK吗 小林可能声音需要大一点 我太OK了 在吗 大家想看我们直播 可以脱衣在直播间里面 各聊各 我们来看下一个场面是什么呢 下一个了 古今世神界留所儿童 是什么场面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家里人都家里人都离我而去了 因为他家里人都是神界的对吧 他们都在那个下三界 他的爸爸妈妈离他而去了 嗯 怎么说的好像也是红翼呢 被寄养在大则山 被寄养在大则山 要不算了吧 要不算了吧 要不然 不如 到这上呢 能听到吗 能 能 只有主持人听不到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他就把这踢出去了 主持人老师 在吗 好像信号不是很好的样子 只有你不好 只有你不好 没事我要是卡了的时候 大家可以接着聊啊 我们下一个梗是 古进牌 古进喜提阿音牌风筝 我就把他吊在天上飞 把我吊在天上飞 好的 对有个剧情就是 阿音在天上飞对不对 对 小林你在哪呢 我在青岛呢 哈哈 啊 ok 是这个节奏 你们都在横便呢 对 对 我们都在前面 我们 我们六个都在横便 主持人哥可以在横便 对 主持人哥也在横便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在线吗 可以看到这个吗 我们 这个看得到吗 红络皮的不是外套 是正道的光 他还在 他还在 好像正道的 红络皮的不是外套 红络皮的光 对啊 正道的光 我一出场 冲上了大地上 在路过的过程中 砍了九头蛇 他在作乱 所以我一出场的时候 就披着正道的光的 谁在作乱我就杀了他 嗯 对 对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红一 红一款冬日必备红维帛 哦 这我知道就是我的那个毛毛的披肩 对 因为小狐狸很像一个披肩 对不对 对 在冬天拍了 下一个 有一个天然的保暖的优势 比他们仙剑就会舒适一点 就会很暖和 来 我们下一个 暴躁脆皮小狐狸是哪个场面呢 暴躁 呃 红一一直都挺暴躁的 对 你 我都很暴躁 在那个 电狱里面 被那个 试神花 然后然后打打打打打 哎 就吐血了 很暴躁 但也很 我还在有个场面是 红一踹了 古镜一脚 然后爬上树这个情节 我觉得当时好像大幕很多也说 暴躁脆皮小狐狸 小红帽 哈哈 古镜一脚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哦 这个 跟谁有关呢 小红帽 小红帽永远先上桌 我 小红帽是我 是我另外一个戏 孟海里的 另外一个角色 是小红帽 对 哦 戴着红帽子是吗 对 戴着红帽子 红围巾 对 然后这次是穿着红衣服 第一次亮相吗 然后被误认成了凤影 对不对 又是先上桌了 对 我们看一下下一集 这个是跟谁有关呢 雁爽 雁爽 啊 我看不见 什么 熊英般的女人 熊英般的女人 熊英般的女人啊 对我确 其实我一直说熊英般的女人 我想了一下 其实是词音一般的女人 你知道吗 对 但是非常 飙患 然后美羊都 然后见到红衣就打 然后见到谁都打 所以就是这个很飙患的这个 词音一般的女人 好的 谢谢各位主创 帮我们解答了很多这个名场面 还有这些大家的热评热梗啊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些角色里面的人物关系啊 其实还是蛮错综复杂的 我们也不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个角色之间 对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们下一题 就请各位主创 分别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 自己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 四个字来概括 自己和其他角色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观众 观众和我们神影电视剧 我们可以说俄地神啊 或者是相亲家影 相亲家影 相亲相爱的家影们 这个四个字的关系 我们先请谁来呢 我们阿姨先来好不好 那我就是 我就是 营养宠物 我是电子小狗 这是你 你用四个字概括 你和阿静的关系好不好 和古静的关系是什么 那这样呀 那就是 欢喜渊家 欢喜渊家 那和 红若呢 我和红若 我和红若 八杆子打不着 八杆子打不着 好 可以再选择一个角色 好 好的是闺蜜 不好的是低蜜 闺蜜和低蜜就一个字 好 所以和谁是低蜜 和谁是闺蜜呢 大家可以回答一下 好 我们有请安宇来选择两个 你觉得这个关系比较错动复杂的 用四个字来启用你们之间的关系 和阿英是相爱相杀 前期的部分 阿英相爱相杀 对 跟阿英是相爱相杀 当然跟后面的凤影就变化了关系了 然后我觉得跟 我觉得跟小林的阿九吧 也是相爱相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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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应该是 我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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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对不起 啊 好的是低 唱一首歌 好的是低 好的是低 好的是闺蜜 不好的是低蜜 闺蜜和低蜜有一个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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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小林呢 啊 你被认为 你又是闺蜜又是敌蜜 你觉得你哪有哪个哪种关系啊 你觉得 你和阿静之间 又可以是闺蜜又可以是敌蜜 还可以相爱 还可以相杀 一切的困难都可以 问题都可以找到红毅来解决 我觉得 所以 嗯 嗯 对 阿英来说的话 应该是 头号音吹 头号音吹 怎么解释一下 比如他那个 三界最美 还有就是仙界 就这么一个顺眼的 类似这种的 所以他是头号音吹 啊 阿英的音 嗯 好 再选择一个角色 来概括你们的关系 用四个字 我觉得姑姑得选吧 姑姑 我对于姑姑就是 叛逆小胡 叛逆小胡 哦 的确是个很叛逆的侄儿啊 好 我们也问一下 我们问一下影儿好不好 来 姑姑来解答一下 你用四个字概括和一个角色的关系 嗯 我觉得我在前期的话 应该算是操心姑姑吧 跟红毅的关系 然后后期的话就是 在大家眼中是 正道的功 但是 其实是 隐藏大佬 隐藏大佬 是的 我觉得各个角色之间 就很多这种简不乱 简不断 理环乱的这样的关系啊 好 所以现在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回答一下我们真心话好不好 大家请听题啊 第一题是 如果你本人要出去游玩的话 你会带哪个角色做你的旅游搭子 哦 你本人要带哪个角色做你的旅游搭子呢 旅游搭子 我跟红毅可以做饭搭子 然后 我也想到这个 然后我跟艳爽可以做旅游搭子 因为他能飞我能做他 然后就很方便 我负责驮大家的 嗯 我也投稿 安宇呢 对 你会选择你的角色做你的搭子 为什么 可以当 搭子可以可以可以当坐骑 你最后一个选我 我选阿英 都很懒都不愿意走路 就是一定要带个坐骑 阿英带了夜闯这个坐骑 都不想走路都要坐骑对不对 好那下一题啊 就跟受伤有关的 如果剧中除了你 大家都受了重伤 你还有一颗仙丹 能够救一个人 你会救谁 来小林回答一下这个题好不好 你会救谁那个仙丹 如果大家除了你都受伤的话 你会救谁用这颗仙丹 秋阿姨 你会救阿英 五百 我想 如何如何有一个就是不得罪在场各位所有的答案 你选择说 来不告诉你 救阿英 为什么呢 因为阿英就像《王者荣耀》里面的蔡文基 对 就是奶妈可以给大家奶血 你救了阿英 阿英就可以救大家了 对 他就可以救我们了 太厉害了 这样可以救所有人 真的 救阿英 阿英 救完阿英 阿英把所有人都救了 皆大欢喜 最佳答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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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救火了 如果你被关在九冤煞煞玉一天 只能选一个人陪你 你会选谁 你要选谁陪你到九冤煞玉关一天 古靖 所有人受过的苦 古靖也要来承担 好 因为选择古靖对不对 啊 小狐狸选择古靖来陪伴 古靖选谁 古靖你选谁陪你 在九月下雨关一天 这九月下雨关一天 我选这个手机 我可以玩这个美 美 笑不笑 好玩 好玩 认识个小鸡饼滚 露丝呢 你会选择谁陪你到九月下雨关一天 我为啥要去啊 我能不能不去 以后这种活动 阿音就不参与了 行吗 就不要去被关一天了 好 下一题 如果你暗恋的人喜欢你讨厌的人 你会说什么 我暗恋的人喜欢我讨厌的人 我暗恋的人 那不就是我的 我暗恋的人喜欢我 我好绕啊 哥哥这个这个问题好绕 你等我想一下 暗恋的人 有没有可能是阿音暗恋古靖古靖喜欢孔雀公主呢 哦 然后呢 你对 然后你你会对他说什么 我会对他说 拱出去 拱低人员低 所以古靖是不是要道个歉呀 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九集的时候还挺生气的 因为你老是就是追着孔雀公主 你是不是要道个歉现场 而且你现下的时候又说不要道歉的 是不是 古靖要不要 赔个不是 赔个我啊 因为你误会了阿音啊 之后你去追孔雀公主了吗 对 就因为 也 cue到那个古靖在前期是个靖饰演嘛 嗯 对 其实就是 你说不是这个剧情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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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阿靖的错 跟那个 阿音 就是 完全是古靖的眼神的问题 对 要给 要给 所以呀 所以你被人欺负了 想要找人帮你反击的话 你会找谁 要找人帮我反击 嗯 我要找我的 比如说阿音 你被欺负了之后 你想找谁帮你反击 反击 我后期反击了 后期可爽了 后期的时候 我老 我老 我就是欺负孔雀 欺负斐然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双弱的成长线 对不对 我们后期还有很多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名场面的 我觉得就是阿音所受的委屈 就是她自己都会还回来 对 好 我们也接着追剧 接着期待后面的剧情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我们请工作人员给大家准备一个我们提前准备的一个鹅蛋好不好 来工作人员给一下鹅蛋 就是刚才我们都采访那个鹅蛋 他们收回 对 但是观众朋友们 别人没有看见 观众朋友看见 我们来把鹅蛋送给大家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蛋给大家送一个福利 所以我们今天才报到第四天 第九集和第十集 那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名场面 希望各位主创用笔在这张蛋上 画上你们心目中的名场面 有请各位请坐 不好意思 他们的鹅蛋 我金蛋 这个怎么这么大 因为他没有鹅蛋 我们这是真的鹅蛋 我可以吃的那种 好 来 请坐画 画出你们心目中的名场面 然后也欢迎各位来到腾讯视频神尹的直播间 那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到更多的社交平台 让你和我们一起来追神 一起来看我们本场直播 那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这场用的所有的道具 包括这个鹅蛋 就鹅蛋大家都会吃掉的 不用担心 我们都会包括一些道具都会做一些无碍化的处理 这个应该不能吃吧 你这个不能吃 其他的都是真的鹅蛋可以吃 好 来 有人画好 可以举手适应我一下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名场面呢 我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斐然的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可以靠近一点 来 一句话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名场面 我画的是 我画大婚当日爱人被杀 就是喜就是大婚 然后这个是个刀 然后被杀了 好 没有商量过来 这是我们这个环节 涉及到一小点点的剧透啊 好 我们看一下影儿 我画的是红络被夺舍 好 红络被夺舍的场面 哇 一键穿心 一键穿心 好 还有谁画好了吗 我 加奈娜老师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名场面 我这个是 英王登基的场面 英王登基的场面 对 然后这里站着一个男人 是红绿 对 他在自己在看着我 简单 喜 我看看 我看看 谢谢 好 我们看一下三位有画完了吗 我们看一下云锐的 这个是 是 我画的是 红络有一天 在大隔山的上空 然后 找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哦 这说的很谨慎了啊 好 我们可以截屏一下 看后面有没有解锁这个剧情 我们看一下 露丝和安语有没有画完呢 我们画了一样的 好 我们来一起展示一下 来 来 一句话解释一下这个名场面 我们俩画的是同一个 同一场戏 然后呢 就是把阿英第二次给嘎掉的一场戏 对 对 就觉得剧透到 目前还没有播到哦 会有一把 对 你能剧透到这里 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些剧情具体是怎么回事 你看我还画了 看画了那个燕爽 不要啊 然后这里也是古镜 然后他杀我头上一把刀 然后这里是红衣 变 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是个联系 这是一副字画 阿英 这个就是一个环绕视角 哦 哦 哦 哈哈 怎么样 好 梁环画 好 谢谢 谢谢路斯 谢谢各位主创 我觉得那个 这个蛋转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幅动画了 就是这个路斯这个这个蛋 好的 谢谢各位 那马上我们到下一环节 是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那我提问之后 大家可以迅速的举手回答 好不好 来第一题 拍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都画上去了 我们画上去了 就是我们画的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吗 好 那我们下一题是 谁喜欢在片场和其他人斗嘴 哦 我们两个人互相指的对方呢 他就是 你们俩互相多嘴 对不对 对 揭晓了 又喜欢玩 又喜欢玩游戏 然后又 又菜又爱玩 就是他 对 啊 我在说你 我在说你 开始斗起来了 下一题 谁是和剧中角色反差最大的人 3 2 1 指一下 谁和剧中的反差最大呢 我 小林 小林 为什么 因为小林 他就是在剧中演的这个阿九就放到不羁 然后对那个燕爽就是就是非常什么使用魅术啊什么 就显得他很很会 然后这样 实际上小林 憨憨 就 就比较对不对 叶爽你说呢 对对对对对对小林私下是 呃呃 哗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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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 所以和剧中的这个红衣反差很大,对不对? 是的 好,我们最后一题啊,拍摄时发生的最搞笑的事情 来,大家可以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分享一下 拍摄时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我要说 好 我要讲红衣搞笑的事情 他在那里打架,拍一个他打斗的场面,真的很搞笑 然后我那会儿就还在休息室里坐着 然后是红衣老师在那里的欧 完了以后呢,他打着自己一个大旋转 把自己的一整个大头套就甩掉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他那个发型底下,他又带着那个网套 就类似于很像套的丝画一样 然后,真的很搞笑 这段有物料吗? 突然变成了一个光头 你看,我说那他就走了 还是变了一次 来了来了来了 好故意的 好了好了好了 小妮说我有被吓到 好,那最后再一个问题吧 谁是剧组的请客大王 好不好,再追一个问题 应该是露丝吧 露丝吧 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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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不一样 我老在现场吃 露丝的吃的 我们饭搭子 小灵食 然后呢,下了班之后我就跟安宇是饭搭子 然后安宇老请客 我跟小灵天天去吃烧烤,吃夜宵 然后那个,但在剧组里面吃这个请客比较多的应该是露丝 就是经常请剧组大家喝奶茶 然后请我们吃小灵食 对 诶,我今天有去那个 Rose Valley 奇怪呀,他俩每天吃夜宵,但是他俩好瘦 好 我们俩拍着拍着胖了很多 没有 我后期后期 没有,你是越拍越瘦了 你越拍越瘦了 阿宇拍摄影剩了20斤 对对对 阿宇拍摄影剩了20斤 真的 真的 现在又胖回来了 没有 天呐 有请大家吃你的Rose Valley吗 有有有 我生日那一天 你是不是都忘了 我给你做蛋糕 对,他用他的牌子 就是他的蛋糕店 咱打一波广告叫什么 Rose Chat Rose Chat 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蛋糕 是他帮我做的一个 翻糖蛋糕 对,翻糖蛋糕 也不便宜 对,他是灵堂的 灵堂的翻糖蛋糕 口感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因为里面有 车离子果酱 哈哈哈 真的挺好吃 挺甜的 所以追我们的剧神影的时候 可以伴随着这种甜点一起来吃 甜上加甜 对不对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呢 赶紧带来公屏上 我们最后的时间 我来挑几个大家的问题来问好不好 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赶紧按一个福利时间 赶紧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那我先替大家再问一个问题 谁的性格比较像小学生的 哈哈哈 谁比较像小学生呢 像小学生 不思不思 不 露打露 打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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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说好鬼话 嗯 好,我看到有一些问题啊 有人问说 问安宇 如果能二搭最想和谁演什么戏 嗯 这个问题 说实话 我们还真聊过 嗯 对 安宇 给我发了好几个剧本了 哈哈哈 我们想拍一个现代戏 哦 能说吗 不能说 不能说 现在是 可以说的吗 啊 不能说 就是到现在也 嗯 没下文了 就是 的 露丝老师太忙了 没有时间 安宇老师 这些活儿太多了 啊 露丝老师 他赶飞机 你想想 我 没事 我没事干 我就是没事干 安宇老师 本来赶飞机 是因为飞机 远离了 陪到我们到现在 本来早就是 第第四个 schedule了今天 哈哈哈 王爹好 我感觉出来了这个 阿英和古静的相爱相杀了 已经 好 露丝老师我太忙了 我发出了我的邀约 说要不要一起拍个现代戏 露丝老师嘴上说 好呀好呀 但是 哎 时间最后都是说 哎不行 不行 拍不了哎太难受了 就是 嗯 反正我是心碎了 再也不会找露丝老师拍戏了 你最好是 安宇都憋笑的不行了 好 那安宇既然这么忙的话 你还记得跟对大家的 出印象吗 哈哈哈哈 最后让你自拍一下 你对大家的出印象 好不好 对大家的出印象 啊 露丝其实 就是刚才我们 那个 那个会上 那个叫什么会 追剧团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露丝是 没有想到就是头那么小 露丝头真的非常小一颗 她的长相很甜美很漂亮 很漂亮 干嘛 然后呢 然后她在她在当时正在试她的那个就是她系里面的服装我觉得气质非常的像阿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适合 然后跟小林的话应该是当时在唯独剧本 然后小林整个我们在拍戏过程之前拍戏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形体然后包括唯独的过程然后包括我们有肢体培训 我觉得小林所有的就是她一直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这个古人的体态的一个演员然后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跟小林询问她的就是讨教一些技术就是讨教一些方法方式方法吧 就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表演包括形体更像仙侠剧古装系里的角色 对 然后到燕爽也是我们在唯独的时候见面就觉得首先非常的漂亮 然后也是我们新疆的 没想到头这么小 我们大新疆的美女 然后呢 对 然后到尹儿姐其实就是第一次见就是在现场了 对 然后就是我们在现在就是一上来就拍戏 其实在在剧组之前我们先见了一面对但是没有过多的了解 但是在现场大家一起拍戏的时候走戏然后到整场拍摄都很顺利 对然后也就对就是嗯 因为去年不对因为今年好对好对不起 然后最后因为斐然斐然也是我们在那个维独的时候见到 然后也就是在在我们维独剧本 读剧本的时候就感觉非常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当然我觉得刚才那个反差很大的那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那个斐然跟这个 跟那个角色反差也是很大的 对因为斐然那个角色在戏里面真的是很 然后很坏的那么一个人 对但斐然在我们日常私下相处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斐然斐然你称得上仙界第一美人 感谢感谢 因为今年我们是一起过的年记得吗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哎我们在那儿我们在那儿嗨到多久啊 嗨 嗨 我们现在围着桌子转转到凌晨几点了 真的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剧组 还有邱老师 就是对我们我们我那天翻手机视频 有一个长达五分钟的视频 然后呢我说这什么视频啊 我仔细一看 就是那天晚上所有人在那唱歌的视频 在我手上 对我好一点 你有路啊 你是不是还有一位漏掉了 还没说的 他在唱怒音你们记得吗 他在唱怒音 我不太不是那么的想 好的我们的直播时间也快要到了 那其实大家感觉到通过这次直播 我们是一个特别特别有爱的剧组啊 所以带来一个这么好的作品 大家也特别特别喜欢 也欢迎大家接着追我们的剧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句啊 每人一句话 推荐一下我们的神影 给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 好吗 每人一句话 来 神影是一个值得大家喜欢的仙霞剧 里面有所有演员们工作人员们的付出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神影 能够记住我们所有人 谢谢 谢谢 欢迎 是一部非常不一样的仙霞类的古装 然后在这部剧里面 所有直播间里所有包括我们全体的演制人员 和我们剧组大家都付出了四个月很辛苦的努力 然后也希望就是为了在成片播出的时候 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神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直播我只看多了直播看多了 我觉得这会儿得接一个 来 云瑞一句话来推进一下神影吧 我觉得神影就是一部特别特别可爱 然后充满朝气又很很有爱的一个一个一个片子 所以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说实话也很快乐 然后也很很难忘吧 当时大家都可以说是拍的非常的刻骨铭心了 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的 云瑞老师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剧情 等着大家来曾经视频快来看吧 拍摄确实是大家一段真的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然后我们大家后期也会有很多的 故事 那个 就是你想看的这里都有 你想看什么这里都有 大家关进来看神影吧 对 好 谢谢各位 我们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 希望说比心说王子公主请看神影 大家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啊 因为有抠 路四有抠云瑞的 可以这样吗 然后满足一下大家小小的要求 最后一句话 来 可以这样 然后我们一起三二一 公主王子请看神影好吗 好 来 三 二 三二一 公主王子 公主王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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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一下 你看哪个装 哪个装 哪个新装 你说你真的你自己看你自己有多幼稚 是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还还不成 主持人可以出来我们开始聊天了 主持人可以出来我们开始聊天了 我们继续了 我们开始聊天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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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在哪 在下脚可以吗 不是 都在横边 都在横边 我们在你旁边 我们就在隔壁房间 过来啊过来 快过来 我们 小女 啊 为什么小女在香港 没没我在青岛 她在香港 青岛 谣言就是这样的 谣言就是这样来的 青岛 哈哈 青岛你杀的时候她在香港 哈哈哈 啥时候能约个饭呢朋友们 对啊 对啊 就差 其实也就差小李 就差小李 老师把你今天晚上都约了 哎 反正飞机也 滴累了 反正飞机也滴累了 她滴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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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吃饭了 我们滴累了吗 哎 来啊 来 走啊 走 来啊 把小李跟别走 小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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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过去啊 哈哈 不是太短了 哈哈 哈哈哈 会不会等到你啊 对 我不走吧 走了 走了 她回来了 回来 特儿 哎 你先伸手 我们 不过一个房间 你这样写出来 我更好的 有人拿走了 谁拿 哎 你真的很幼稚 这个有啥厚 小林你现在在拍吗 哎 马上杀青了 什么时候杀 啊 啊 后天 啊 我在暗杀你 还拨着呢 微信说吧 还拨着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哎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过来了 他们过来了 过来了 他们他们他们三 他们三个过来了 我跟你 哎 哎 现在人数是最多的 我真无语了 哈哈 大家看神影啊 谢谢 记得看神影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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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们看神影 好吗 你要哪个 这个啊 这个 猴虫不要 好 西游少女 大家希望大家看 希望大家看神影哦 如果啊 如果你们不喜欢看的话 就算了 哈哈 不喜欢看也可以看 快来啊 快来啊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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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既然 对我们既然到了这么齐 快看 嗨 快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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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琳 你 anche saya 男生政治 嗨 请他来观看 小灵 我们去录视频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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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啊 拜拜